那年,马威都爆料,娱乐圈一个特别有钱的女强女,表面上光鲜亮丽的,私下却很没有素质。 一次,她去国外买奢侈品时,发生了一件事,简直丢尽了国人的脸。 早些年,马威都去参加酒会时,听说女富豪也要来,她特别开心,怀着期待的心情,等待女富豪的到来,可她左等右等,都不见女富豪的影子。 终于女富豪在保镖的护航下,善善来迟,但她到了之后,却毫不客气地坐在了主位上,掏出一款细嘴的香烟,开始吞云吐雾。 吃饭时她更不客气,一人把一只三斤多的,澳洲龙虾全吃了,马威都看到她这个样子,心中的滤镜全碎了,饭都没吃完,她就借口有时提前离场。 好巧不巧的,一次外出时,马威都在后集市,又遇到了这位女富豪,这次更让马威都大跌眼镜。 只见这个女富豪,穿了一身皱巴巴的衣服,手里领了一个编织袋,在那一群打扮的花枝招展的富婆中,显得格格不入,马威都看到后心想,这个女富豪穿得这么寒酸,难道是破产了? 但她转念一想,破产了的话,应该也坐不起头等仓库,还没等她想明白,就登机了。 在飞机上,女富豪和她的小姐妹相谈甚婚,但她的大嗓门却很多乘客感到不适,直到乘务员过来提醒她,这才有所受了。 下飞机之后,他们热情地邀请马威都,坐他们的购物观光车,因为无聊,马威都就跟着他们去购物,这个女富豪看上了一双价值百万的水晶鞋,于是,她把之前的旧鞋和袜子扔在店里,穿上新鞋就离开了,富婆团的人看到之后面面相许,他们觉得,女富豪的做法太丢人了,如果你的东西不要了,你可以丢进垃圾桶,现在就这样扔,不管不过,真的丢人丢到国外去了。